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飞匠为您带来的 秀号的一个风云在一起的实况对战解说 这场比赛依旧是老骁vs鸭王 两边三问对决 还上一次说到这个鸭王3比1战胜老骁 看这局老骁能否找回场子呢 手法克拉克打得很凶哦 哟 看鸭王冲不防不让 看鸭王都懂对吧 平二的原版顶级高手 一线顶世界级玩家 哎哟好 一个战C逃中 二批被缺乏 护俩三倍跑 哇 伤害太早 来看下一回合 老骁这个实力还是不容小觑啊 来往这边 二批出场的拉尔风 对吧 老骁表示你不要轻易的小看我 虽然说你是全能王 虽然说你是世界级选手啊 但是我对鸭儿的热情 我是不输给任何人的 看下双方 双宝安内战啊 有点喜感 都是一个师傅教的 是吧 有点破不了烧 来 先跳进攻 呦 这局老骁打得格外主动啊 跳CD高打地 跳D摸一下 跳CD就是跳 哎 弹簧 是吧 老年迪斯科 这边鸭王表示我忍不了了 你没听过吗 下手不可以拨上司嘴 哦呦 这一下 哇 说的什么东西 嘴的一堆 这个语速很快啊 老骁这边怎么想 对吧 报告飞凡格 飞凡格表示不听 直接一脚踢掉 来看下一回合 反正就是不可以拨上司嘴 丧尸是什么鬼 丧比是吧 僵尸啊 看一下这边 卖拙 满点满点 哦呦 看一下鸭王这边 就是不服输 呦 下C逃掉 来看下一回合 一柔克刚 是吧 开个玩笑啊 看起来鸭王这边的 克里斯克莱斯 叫蛇 怎么叫都行啊 呦 跳CD连跳进攻 想跳地命向 但是跳过头了 小跳应该就直接压中了 或者说这个前小影跳 是想对色一踢后一踢 或后后的 都有可能 对吧 这些顶级高手 不是说一招 只有一种针对性 很多都是一招多用 对吧 你就拿克里斯来讲嘛 最经典的就是 前走下心脚控制的蹲防 然后突然一波 前小影跳中退 如果说对手是战防 那就是正向中断 如果是蹲防 那就是逆向 如果是后一臂 那就变成了追一臂 非常的使用 这手基本是无法动的 因为第一时间 有这个下心脚的防御相职 而且是蹲姿 起身也需要时间 这手下皮下也好 臭它最极限 活捉了 这鸭王能射 B分1比0 那看下一局 哇 这老肖是第一局 活捉鸭王啊 可以 我只能讲鸭王 估计是有点兄弟了 或者说鸭王有点浪 但是老肖呢 对吧 这实力是绝对是顶级的 你必须得全力一步 这手下皮下 长得紧臊 一批是个小凤凰剑 但是一批连断失误 顺势却反 12345678 我不讲话 让你们听清楚 对吧 有观众认为说 这不是中文 实际上这就是中文 看一下这边 有 看心灵传送出版 但是哦 又是鸭王 这意识是反应速度 看准对手的心灵传送 落点以后 原地小跳中嘴 对侧一批逆向 或者说正向中断啊 用自己的逆向 对侧一批的正向 非常的秀 对吧 看一下这边 YAMASUKI 原地就是高跳CP 下踩了很多 哇 这群鸭王顺势 要反扑一波 对吧 气势上不能输 哎 这边一个战C 对侧二批前跳 后抓 哎呦 这手双龙拳 一批反应速度很快 直接后条拉开距离 但是这手裸A币 没忍住被逮到 连续滑鼠跟上 右臂摸一下 雅王顺势要穿三 跳Z币一丝血滑闪 我就知道 这下一定是滑闪 跟大家解释为什么 你起跳 龙二有三种方式 战C 战A 蛇屎都能给你打下来 但是 龙二的下板是非常弱的啊 对吧 而且你这个滑闪的 第一身位能躲开这个龙二起身的吐烧 战C也好啊 战A也好啊 滑闪啊 都可以 对吧 都可以躲开并且反制 所以说刚才滑闪是100%的安全套路 只要控制那个身位就可以了 不要身位太近 被确返就好 看一下这边 罗伯特 Robot 对吧 有一种 这个机器人的感觉 这个英文啊 这名字 看一下这边 金甲翻 呦 这手6A摸种圣龙跟上 在6A一批赶紧后 AB拉开距离 但是后AB顺势进反 妖王表示 你进退都是错的 哦 这下反压制 可以 战C强开BC RP这边好的 AB回身打击头 但是连段失误 老肖这边也不慌不忙 先拉开距离 起码自己的破防值过渡掉了 但是感觉又要破防 升龙对空 你看跳是不行的 妖王这边 哦呦 这手6A打破防 但是没算准 无所谓 气势上 老肖已经彻底输了 再魔撞 战C乱动 但是RP就是起跳 时间不够 你能做什么 你什么也做不了 来看下一局 雖王表示 一祸捉 好 那我也捉给你看 啊 逼上往来 对吧 男人不往飞里野 都是血性男人 对吧 怎么能忍受这种屈辱 看一下双方 赛点争夺战 首发又是双保安 可以的 来 看一下双方这场 这次的上下级关系转变了 老肖是上级 对的 拉尔夫是克拉克的长官 呦 这边跳皮想空 连跳进攻 下手不可以拨上死嘴 是吧 压袭了 不讲了 不讲了 我这观众应该有不少 是广东的 广州的 对吧 看一下这边 克拉克 哇 老肖很凶 但是自己的血量 怎么是劣势 我想知道 应该啊 对吧 这是为什么 有 连跳进攻 哦呦 这又要活捉吗 这手指定投 消耗时间很多 到CD乱动 欧阳家王再次活捉 活捉成二 对吧 来一个 我捉一个 来两个 我捉一双 来看下一回合 来吧 西加车 这年纪轻轻 是一头白发 咱们也不知道 化成了什么 可能是染的 说不准 对吧 最终好 指定投 护脸 遍天堂 没有护脸 有 跳CD乱动 不给动 空腾 我就知道 你要起跳 去迈血 规避我的 这个择连段 对吧 但是很多 灵二高手 尤其是风云的高手 会使用的一个套路 对吧 你像板中啊 或者板边啊 被对手择的时候 会通过起跳的方式 去迈血 对吧 说白了就是 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宁可被你 打一拳一脚 我也不想被你 折到一套连段 就是这个思路 对吧 还在这边 护脸三背包 哎呦 这群家王要穿伞 下C乱动 这猴子 换血一锅 连跳进攻 飞翔小 二匹谁后一匹 都还又滚到 哎呦 来一个转圈圈 是吧 爱的抱抱 但是没有用 哇 这群家王 这克拉克天老爷 群家王表示 上下级 是吧 可以 但前提你得用拳头 跟我讲话 看一下这边 镇圆斋怎么讲 两片都是绿帽子 啊 行 看来这个 呃 怎么讲 都有共同的遭遇 啊 都有挺有故事的 来站地强开 BC 双方 这个身材 都是比较伟岸型的 但这边一匹 还是找的节奏 啊 这局节奏 拉的都很缓 对吧 很慢 两边都放下心 啊 沉下心来去做力回 但是很明显 一旦节奏变慢了呢 对吧 说白了 你如果不跟对手 打乱节奏 啊 那这个角色的性能优势 就会完全展现出来 对吧 如果都是很乱的节奏 很快的节奏 那你很有可能去以下克上 但是反制就不同了 对吧 先走 掩尺点下反 点对手 枪拆普通头 但是一臂就是不动 你向下臂下心 找到节奏 又翻 MIX凤凰 闪一套 残两套 死 大王之兵压力很大 但帝强开BC 二匹只能能量 闪身顺序 详细少节奏 好带走 漂亮 反战兄弟们 哇 老肖证明了自己啊 也许我三问不如你 但是我的主力 我绝对是有信心的 对吧 一分二比 看这局怎么讲 有发是比利 哦呦 这生龙 灯是生龙啊 哦呦 好 好事成双 不然 别跳进攻 一批下C抢桌 好 一个战C摸中 这家王这反其量 田老爷 极限流 对吧 什么叫极限流 就是让你 防守防到极限 根本动不了 呦 好的 罗爷P被逮到 笨棍磨一下 哦呦 超杀直接裸 完了 这亚王是完成原版的呀 封印在系是禁止裸杀的啊 而且这下还没裸中 很难受 来看下一回合 亚王这边的安琴尔 老肖能否三比一拿下 抱上一次的一箭之仇 下部对位摸一下侠青拳 这比利的优点就是手长 对吧 通过侠青拳3C啊 这种手长的手段呢 去打乱你的进攻节奏 尤其像安琴尔这种 或小草这种 需要进身 才能发挥这个威力的角色啊 就很吃比利这一套 难受 呦 这手后前腿 但是连段失误 难受 都讲格斗游戏里的女角色 都比较怕比利啊 看来是正实了吗 而且亚王最后一个雅典娜 雅典娜应该会打破这个魔兽 对吧 毕竟有远程的飞行道具 这次轮到比利 要被迫进身了 哦呦 下次摸一下一个波 直接收掉 来看下一回合 对吧 如果我们的角色互换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残忍 这场比赛真的让我体会到了 对吧 一旦双方这个克时关系 一旦转变 那整场比赛的这个节奏 或者说大体的趋势 就已经注定了 毕竟两位高手都是 对吧 实力非常相近的 这局东胀就很难受 来裸一币逮到 这下不裸一币还不行 对吧 刚才不裸一币肯定要被 物批这手追波少女心灵传送 打软固定了 但是日皮连段之后被缺乏 东胀放身 下一点发波 对吧 IQ卡 下地对空 看一下这边 哟 看一下鸭王这边 残险能否随波隐藏啊 感觉很 好生龙相杀一波 但是老肖不亏啊 难受 好 后跳中队相杀一波 老肖爆手了 在那关注我们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